在台北市万华明河街惊传凶杀命案 一名68岁陈姓男子 跟另外两名长者同住 三个人都属于弱势族群 社会局定期会照顾送餐的 其中一名78岁严姓男子 当租屋的二房东 那日前呢 曾经陆陆续续借房屋的租金 将近两万块钱给这名陈姓男子 今年今晨 陈姓男子疑似因为被催讨租金 跟严姓二房东起了口角冲突 一气之下 居然持刀杀死了严姓二房东 杀案之后 他先逃回新竹老家 平复情绪之后 打电话跟警方投案 便离商店门口 白发苍苍的陈姓男子蹲着 等警察来抓 不好意思吗 什么事情 陈姓男子向警方公称 他在台北市万华租屋处 杀死了二房东 自知法往南逃 回新竹老家洗个澡之后 立刻打110自首 警方将陈姓男子送上警车 带回万华案发地 果然发现 另外一位严姓男子 腹部遭历刃刺穿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骑胜的那个 杀死那个二房东 二房东是也瞎的 六七点钟的时候 就有声音到 要喊救人救人 邻居们议论纷纷 二楼平时是三个独居老人 透过社会局 梅河找到的住所 跟起床 五六点之间到七点 离开案发地之间的行踪时间 平常只要一到中午 就会有社会局协助送餐 言行死者疑似多次借租金 给陈姓男子 九号清晨催讨将近两万元的租金 双方起了口角 竟然演变成凶杀命案 检警还要深入追查 案件是否还有更多 不为人知的细节 据讲李温斯卢博冲台北报道